很多朋友都不清楚啊 尤其是像我们叔叔阿姨辈儿 甚至奶奶辈儿的 当然还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也不清楚 像我们国内使用的这些抖音啊 什么微信啊 什么B站啊 快手啊 等等这些国产的社交软件 都是有监控的 这些软件监控我们的言行 到何种程度呢 今天我刷到一个视频 一位技术大流 通过技术手段 给大家揭示了这其中的秘密 来我们先看视频 把微信的一个权限给回收了 事情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呢 我在某博上看到 我关注的一位技术大佬 他声称啊 微信占用了他电脑磁盘 一个G的空间 起初我觉得没什么呀 软件嘛 本身就会在电脑上留下一些 必要的安装文件 日志等等 但是看到后面 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这一个G的空间 居然是一堆加密日志文件 这就极大的引发了我的好奇心 正常情况下 软件占用一堆磁盘空间 去记录一些日志也就算了 可是干嘛还加密不让看呢 关键这是我自己的电脑啊 你却不让我看 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了 更吓人的是 微信可能还把这些文件给上传了 我当时觉得非常无语 也不知道这个技术大佬 说的夸张了呢 还是微信确实这么干了 当然 这位技术大佬也做了一些相当的取证 本职技术人员求证务实的性格呢 我想着不妨来实操一把 看看我自己电脑上的微信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为了方便复现呢 我用了跟这位技术大佬 相同的设备以及软件 Mac电脑 微信 Xcode工具 Mac电脑和微信软件 就不用过多介绍了 简单来说一下这个Xcode吧 Xcode就是苹果开发者 用来开发苹果电脑软件 iOSAPP 以及iWatch等设备的编程工具 环境都准备好过后呢 我们就开始登录微信 然后打开Xcode自带的调试工具 因为我们想看看微信在后台 到底读写了哪些文件 所以选择了文件监控这个功能 打开过后 我们选择要监控的程序 微信 然后再打开监控录制这个功能 这个期间 我们的微信软件 可以在后台保持静默 然后过了大约5分钟后呢 我们停止监控录制这个功能 这时候我们就能在下面的面板中 看到刚才5分钟内的 微信在电脑上的活动数据了 这份活动数据 主要包含的是文件相关的操作 我们快速过滤下Xlog这个关键质量 你会收到有好几处这样的数据 接着顺藤摸瓜 去打开这个Xlog文件 打开后呢 大部分人都会像我一样 耐不住好奇心的驱使 直接打开这个Xlog文件 但是结果是注定的 我们心里都清楚 显示给你的是一堆乱码 经过了加密的 诶 等一等 我们似乎刚才一直没有操作微信呀 它不是一直在后台保持着静默吗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些日子文件产生呢 这时候如果你跟我有一样相同的疑问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另外这个文件会变化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观察呢 我发现在我的电脑上 大约每隔3到8分钟左右 这个文件会增长30KB左右 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 看这一堆数据在我电脑上越来越大 但是我却不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有梦想的程序员呢 绝对不会放任着这种事情不管 你不告诉我里面是什么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毕竟我的电脑我都读嘛 直接回收掉你对这个目录的写权限 我看你怎么再写这个文件 在Mac上只要通过CHMODE这个命令行 就能改变一个文件的目录的读写权限 我把这个目录权限设置成了400 也就是只读 不清楚400什么意思的同学 也可以去参考下 Link 下文件基本权限这块知识点即可 改完后呢 我预期这样 它就不能把文件的内容 任意写进我的目录了 从长久来看 也节省了我的吃坛开销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的权限回收后的功能 我们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控录制 打开监控数据 再去搜索Xlog字样 发现已经没有了相关的记录 因为权限已经被回收掉了 即使可以看到Xlog相关的行为数据 也一定是写文件失败等提示 因为权限已经被回收掉了 而且这时候也丝毫不影响 微信最基本功能的使用 事实证明呢 微信确实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然而我也确实回收掉了 微信的这部分权限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 视频看完了 作为一个技术小白 好像具体我也没看明白 但是整个过程给大家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即使你的手机处于关机的状态 啥也没做 但是你的手机后台 时刻都在收集你手机里的所有的信息 而且都在实时的上报 具体它要收集哪类信息 上报给什么部门 那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些我们的国产软件呢 都是流氓软件 都很耍流氓 但是没有想到这么没有底线呢 像微信这种软件 24小时都在监控我们 收集我们的信息 我们国家的安全部门就这么放心吗 就不怕被这个敌对势力给利用了吗 像现在我们每个人手机里面都强制安装了 这个反炸APP 对吧 到底是这些软件的个人行为 还是和某些部门强强联合自发的结果啊 想想真是细思极恐啊 让我不禁的想起一首歌 对吧 歌词就是 我想逃 我逃不掉 好好好 再见再见 拜拜 拜拜